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老师 各位中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次五十 要向大家分享的小意思 鱼鱼头鸽鸽 专制尖玛鸽鸽 鱼鱼头鸽鸽 专制尖玛鸽鸽 如果说到鱼 我最爱吃 有一种鱼的头 鸽鸽 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鱼? 什么鱼? 就是鱼鱼 鱼鱼的头 鱼鱼 主要是它比较少人知道 尤其是它的鱼角比较多 所以一般的人都会用鱼鱼 来采鱼鱼鱼 berty 鱼鱼就是竹鱼 有人说鱼鱼 这是腰角小 Hak 也有人说鱼鱼也是变大后鱼鱼了 另外 例如生鱼 仲魚 Jung 鱼 鱼筠 黑頭 都是他的名稱 喔 這這麼賣錢喔 那不就只有價錢 對啊 他的軟就是拿來砍我 做一種種的黑魚仔 喔 所以黑魚仔有吃過喔 還不太好吃耶 不過價錢是比較多的 對啊 就是因為好吃 價錢更大 以前六天就有一些古人人 用頭髮店的東西 換錢去買黑魚仔來吃 頭髮店的東西 頭髮 不是啦 是爵馬圖 這爵馬圖就是比較古早的老阿嬤 插在頭髮店的髮髮 插在頭髮店漂亮的帖子 那就是爵馬圖 全球人說是爵馬頭髮 那爵馬圖就是爵馬頭髮 所以說以前六天人很愛吃黑魚 為了要吃黑魚 就把頭髮店的爵馬頭髮 拿去買來換吃黑魚 可見以前六天的古人人 又真偶像是人生耶 不過我們今天主要要說的 不是要說黑魚 是要說黑魚仔 是整天很美麗的 但是要向大家大家 會吃黑魚仔 也就要會吃黑魚仔 有騎乎乎乎乎乎乎乎 我們現在就來念一遍 黑魚頭髮髮髮 專家爵馬頭髮髮 就吃黑魚仔 每 ansch共段隔 就想說黑魚仔 再爵馬頭髮髮這個 你不太賤